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语法语教程 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它主要是对我们到现在为止学到的一些 关于强调的表达方法做了一个总结和梳理 那一说到强调表达法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 セ・ギ・セ・グ 这两种表达方式了 那我们来回应一下 セ・ギ・和セ・グ分别怎么样来使用呢 如果我们要强调的成分是这个句子的主语 那么我们会选用セ・ギ・ギ 比如说Pierre est en retard Pierre迟到了 那我们要强调它的主语部分 迟到的人是Pierre C'est Pierre qui est en retard C'est Pierre qui est en retard 这是强调主语的情况 而如果是句子的其他成分呢 包括宾语、状语、表语等等 这样的一些其他成分 我们都可以用セ・グ来强调 那我们也可以分别举一个例子 比如强调宾语的 Je voudrais voir le directeur 我想见经理 那我要强调这里的宾语部分 我想见的人是经理 C'est le directeur que je voudrais voir 这就是强调了这个句子的直接编语 那间接编语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啦 比如说 J'ai écrit cette lettre à Pierre 我写了这封信给Pierre 那如果我们要强调 这封信是写给Pierre的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C'est à Pierre que j'ai écrit cette lettre Écrire une lettre à quelqu'un 那么我们把这里的 à Pierre拿出来进行强调 C'est à Pierre que j'ai écrit cette lettre 除了强调宾语的情况 他也可以用来强调 句子当中的壮语 Ils se sont connus à Paris 他们在巴黎相识 那如果要对他进行强调呢 C'est à Paris qu'ils se sont connus C'est à Paris qu'ils se sont connus 所以呢 用C'est qu'和C'est que 这两种方式来进行强调 使用起来呢 还是比较简单和方便的 我们只要把需要强调的部分 放在这个短语的中间就可以了 但在使用的时候呢 也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 如果你所强调的这个成分 是一个人称代词的时候 注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人称代词的中读形式 还记得八个人称的中读形式 分别是什么吗 moi toi lui elle nous vous e elle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个非常浪漫的句子 我爱了那么多年的人 是你 c'est toi que j'ai aimé pour des années c'est toi que j'ai aimé pour des années 这是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被强调的成分 是人称代词 我们不要忘了 用中读的形式 而且呢 如果这个被强调的人称代词 在句子当中做的是主语 那么我们也要注意 后面的位语动词的变味形式 比如我们书上的这个例句 c'est toi qu'a frappé à la porte 敲门的人 是你吗 c'est toi qu'a frappé à la porte 那我们如果对他进行一个回答呢 不是我 敲门的人 是他 c'est lui qu'a frappé à la porte 这个位语动词 是会跟着前面的人称 来进行改变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所需要强调的这个事物 可能用到的是 复数的形式 那我们也可以用 c'est son qui c'est son que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c'est son des romans de Zola que je cherche 我在找的是 佐拉的小说 c'est son 这是一个 当强调的名词 是复数的情况 第三点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句子 我写的是一封信 大家可以想想看 这句话要如何来强调呢 首先 我们明确要强调的是一封信 这样的东西 那么他应该做的是 écrire 写的编语 所以呢 我们可以确定用到的是 s'que 那既然强调哪一个词 就把s'que 放在他的两边 所以是 c'est une lettre que 后面我要求大家 用一个复合过句式来表达 表示我已经写完了的 那个是一封信 c'est une lettre que j'ai écrit c'est tout réfléchissez un peu 我们来仔细的考虑一下 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呢 c'est une lettre que je écrite 如果我们不对 une lettre 做出强调呢 当然可以直接说 je écrit une lettre 但是 当我们把它 用s'que 强调起来 放到前面的时候 是不是又出现了那种 在avoir 做主动词的时候 直接冰语 提前到了 avoir 前面的情况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过去分词 écrit 也是要和提前的 这个直接编语 une lettre 来做配合的 这一点呢 是我们书上 并没有写到的 那也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要记住 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呢 时刻注意 ébien 除了 ce qui ce que 或者 ce sont qui ce sont que 我们有时候呢 可能也会看到 voilà qui voilà que 这样的表达方式 那其实意思 也是差不多的 比如 voilà le perroquet qui parle 说话的是 鸚鵡 那他和 c'est le perroquet qui parle 是一样的意思 同样的 voilà qui 强调 主语 voilà que 强调 直接 遍语 或者 状语 voilà les livres que le professor madone 这些就是老师给我的书 所以呢 我们把 voilà qui 和 voilà que 也归到这种情况当中 那接下来 还有一种强调的方式呢 是和我们刚刚学到的 suki suku 有关系 我们可以说 suki 什么什么 se blablabla suki 什么什么 se blablabla 同样的 suki sé 强调的是 主语 suk suk sé 强调的是 宾 比如说 使我感动的东西呢 不是别的 正是 他的耐心 suki me touche le plus 最使我感动的 sé sa patiance suki me touche le plus sé sa patiance 他就等于 sé sa patiance ki me touche le plus 那么 se que呢 可以强调 边语 se que je cherche c'est un travail intéressan 我所寻找的 是一个 有趣的工作 se que je cherche c'est un travail intéressan 他是不是就 相当于 c'est un travail intéressan que je cherche 那么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强调的东西 是一个复述的话呢 我们也要比较及时的 把sé 改成 se son 比如我们刚才已经举到过的那个例子 我在找的是 Zola 的小说 se son de romant de zola que je cherche 那如果我们用 se que se de fanshi 来对他强调呢 ce que je cherche ce sont des romans de zola ce que je cherche ce sont des romans de zola ce que je voudrais lire ce sont des romans policie 我想读的是 侦探 小说 ce que je voudrais lire bon 在这些句子当中呢 我们所强调的 都是名词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强调动词 比如说 我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和他一起出去 ce que je voudrais faire c'est de sortir avec lui 注意一下 我们动词的不定式 如果做表语的话呢 要用一个借词 de 来引出 ce que je voudrais faire c'est de sortir avec lui eh bien 重要的是 找到工作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d'avoir un travail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得有一个工作 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个句子 比如说 ce que je ne compran pa 我不明白的事情 他的看法 avis 看法 意见 de sont avis 同意 他的看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几道课后的练习 一起来巩固一下这几种强调的表达方式 首先下面的这几个句子要求大家用 se que se que 的方式来进行强调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ball a hdi c'est votir 那么首先 如果我们要强调买这辆车的人 也就是ball 我们应该选择se que 和se que当中的哪一个呢 因为ball是主语 所以我们用se que se que ball qui a hdi sette votir bon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 如果要强调的是这辆汽车呢 ball 买的就是这辆汽车 那很明显 他强调的是直接冰语了 我们用se que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来组织一下这句话 se c'est votir que ball a hdi 注意细节的问题 la voiture 和音信的名词 提前到了主动词avoir的前面了 所以呢 hdi 要和他进行配合 那接下来我们再练习两题 Pierre aime le vin rouge 很简单了 这道题目 我们如果强调主语呢 c'est Pierre qui aime le vin rouge 强调 冰语呢 这个太简单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下一题 Sophie a envoyé séte lettre Sophie 已经把这封信 记掉了 用 sé ki 来强调主语 sé sophie quy a envoyé séte lettre 强调 强调冰语 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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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lettre que sophie a envoyé 同样的 envoyé 也要和提前的 lettre 进行配合 同学们看着 Leone老师 带着你们做呢 可能会觉得 哎呀 这个不是蛮简单的吗 但是自己在写的时候 也要非常注意 这样的一些细节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句 比较长一些的 那首先强调主语 肯定没有问题啦 那如果我要强调的是 在他祖父母家 这个地点状语呢 sé ché sé sé grand parrant que pascale a passé sé vacances 好 那 ce qui sé ce que sé 这样的诀释 我们也来做两个练习 sa passiance me touche boku 他的耐心 非常的触动我 非常的感动我 那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强调呢 感动我的东西 是他的耐心 ce qui me touche boku sé sa passiance 因为这个时候 sa passiance 在句子当中做的是主语 quelque chose touche qu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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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找一个两室的appartement 公寓 那我们要强调这个两室的公寓呢 我在找的是一个两室的公寓 ce que je cherche c'est un appartement de deux pièces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井 嗨 薇 对 这样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